大师之道 习武之道 为人之道 振兴二字 上海体育学院以中国著名武术积极家 理论家 教育家蔡龙云为原型 历史18个月筹备的原创话剧《蔡龙云》12月28日在上海白玉兰剧场正式公演 该剧艺术在线了蔡龙云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采 把振兴作为剧本主题 建议回应在武术历史进程及当代社会中的种种乱星怪象 以大师的振兴精神给这个时代以深刻的启示 导演徐静介绍说 该剧由上海体育学院的师生共同参演 得益于上海体育学院优质的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表演资源 蔡龙云一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这部剧还是以血液和血诗的风格相结合 但是我们想主要是把蔡龙云大师的武术精神 能够通过形象立体的展示出来 我们说形象是鲜活的 这个文字我们要把它这个激活 所以的话这个全剧我们这个充分的运用了上海体育学院的特长 包括这个蔡龙云老师怎么来教学生 这个我们全剧有60多位演员在台上呈现 然后会全面的把这个武术的精神 这个把它展示出来 武术表演真业大二学生宋文泽在剧中饰演青年蔡龙云 为了演好蔡龙云他不但广泛收集资料 还与蔡龙云的学生等人交流 了解蔡龙云为人为师为学的风范 宋文泽笑着对记者表示 蔡龙云对武学的热爱 持之以恒的精神对他影响颇深 排一个剧收获的精神食粮比单纯上课的效果好得多 我觉得要学习蔡大师这个持之以恒的这个态度 然后把这个划拳把中国的武术发展发扬光大 然后持之以恒坚持 饰演李神武的学生顾子宣泽认为 参演该剧比去追星或是看外国歌剧有意义的多 让他直面了中国学府的大学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把他这种钻劲 把他对武术的这种热爱 放到我们自己身上 那一定会是 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好 据了解2014年以来 上海市教委大力实施上海高校向大师致敬 大师系列校园剧扶持计划 精心选取各高校的创校老校长 学术大师 育人楷模等名家大师的人生经历 作为大师剧的创作素材 重点挖掘这些大师所折射出的艰苦奋斗 为国治学 言语修身等方面教育内涵 引导师生走入大师的精神世界 让大师的时间探索和精神风范点亮更多的心灵 着力实现艺术展演与私证工作的同频共振 向大师致敬大师系列校园剧 演出的是戏剧 传承的是文化 宣传的是大学精神 培育的是公民道德 词词于是大师系列校园剧 宣传的是文化